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苍蝇比赛的两位名店高手是谁呢 要我们通过短片维持一下他们 高女士带来的游林春鸡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好鸡块的处理 如何腌制以及如何炸制的鸡块也是个学问 高女士也是试验过好多次 才将鸡块做成人人称赞的美味 再配新鲜的蔬菜丁营养全面合理 保证让您吃过就忘不掉 今天我给大家带的这道菜呢叫俄罗斯大菜 这道菜我们经常吃 而且吃的里边营养还很丰富 这个菜呢我们在这个战友 还有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吧 我都做给他们吃 为什么呢 这个说是俄罗斯大菜 实际上就是以前咱们说的那个苏联那个大菜 以前在这个牛肉烧土豆的这个基础上 又加了其他的蔬菜 这样的话加起来咱就叫它俄罗斯大菜了 吴女士的俄罗斯大菜 听起来就是一道很有士气的菜品 食用了大量的蔬菜大锅炒制 再加上可口的番茄酱调味 口味酸甜适口 当这满满一锅热气腾腾的菜品端上桌 相信能满足家里人挑剔的胃口 而是让您暖到心肩 欢迎高阿姨 高阿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菜菜的选手 高阿姨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名字起的 没有第二位阿姨起的有气质 人家叫俄罗斯大菜 你这个叫林姬 游林春姬 这个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是 气势上没有它 那么有这个王者的霸气 不会我们这个是婉约派的 您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的 这个菜有没有信心 可以 你知道今天这是比赛 就是说如果说谁做得好的话 可能会决定谁是优胜者 OK吗 OK 好 第一位阿姨很淡定 但是她这是鸡腿 很不淡定 因为好粗的一只鸡腿 用这么粗的鸡腿今天来做 好吗 好 那高阿姨咱现在开始操作好不好 今天用的配料是什么 这是冬笋 冬笋 辣椒 辣椒 红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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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和姜 对辣椒有要求吗 比如说必须是什么大红辣椒 或者必须是小米辣椒 这个红辣椒 这个可以 这个叫做美人椒 美人椒 对 好嘞 那咱现在开始操作 来高阿姨 现在开始处理一下我们的鸡腿 是不是 先把鸡腿吧 我们的阿姨 之前已经准备好了 这么一份 这是腌制过的吗 腌制过的 那怎么腌呢 用什么来腌呢 就是用盐 糖 盐 糖 料酒和酱油 比例是什么 料酒多少 料酒都一小勺行吗 一小勺料酒 一小勺 就是黑淀粉 用淀粉 就属于是给它 上一层小小的糊 对 那阿姨 你这个腌的过程 大概要练多长时间 腌十分钟 十分钟就可以了 这道菜是您跟谁学的 是跟着妈妈学的 还是说跟朋友学的 跟朋友学的 之前的时候吃这道菜 是在什么下的场合吃的 是去他家 参加他家的家庭聚会 还是说一起去饭店吃 发现哪个厨师 做得比较好 回来自己钻研 一开始就是在厨师 厨师 就是饭店的 一般我到饭店去吃饭 一看一般哪个菜好了 或者是某一会 我都记下 又来一个偷学艺人 你知道前两天 就来过一个高手 人家吃饭是去 光是买单去 或者是光是想要喂口去 人家就学习去了 对 您也属于这种 阿姨 咱这个香淋是什么样子的 是最后淋汁吗 淋的是什么汁呢 淋的就是 比如这些佐料 凑在一块 然后把这些料 调味料 放在一块 然后浇在上 就是淋个汁 今天我们阿姨 这边准备的是冬笋 一会儿要把它切一下 辣椒已经切好了 切的都是丁 接下来我们把冬笋也处理一下 好 给这个冬笋 切成 也切成丁 切成丁 切成薄片之后 然后再切 改刀 我们这边把笋 给它切成一条一条 然后一会儿给它改刀 对 给它改刀 猪笋把它弄消壳 没错 消炭 清热 清热 还能健胃 对 还能那个 中强美丽力 对 也许 记得曾经有一个 就是有个报道 就是说在 发现很多长寿的老人 而这些老人呢 就是住在这个 竹林当中 深山老林里面 就因为他们经常吃损 那不是先人 那不是老人 没有没有 就比较长寿的老人 长寿的老人 身体很健康 然后这个 这个寿命很长 那就是他们经常 在竹林里吃损 对身体 对 延年益寿 就是说我如果说 在家里面 常常吃损的话 对身体健康 或者说 对保险自己 是一个好的食材 而且这个冬水 纤维素的含量 也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它这个 现代人 就快节奏的生活 然后这种 高脂肪 高热量的食物 吃的比较多一些 多吃点冬笋呢 有助于 就是保持大便的通畅 好 就在说话间 我们的高阿姨呢 已经将我们的冬笋 切好了 再直接放进锅里面 来烫一下它 这个笋是需要烫的 不烫是不行的 不烫不行 不烫 它是笔下还有个问 好 这个就行吧 要是要生的 把笔子把它煮熟了 它 生的不好吃 没错 把它煮熟了以后 煮熟了以后 把它又是能咬动 咬不咬不动 别选 好 这边有它烫着 我们这边的油 已经给大家热着了好 我觉得一会儿是不是 我们这油到比较高的温度 才能将鸡肉放进去 对对对对对 那行 那这边我们把油热上 我们的冬水也烫着 这边我们辣椒是不是也该切 辣椒吧 这个吧 也得过一下油 过油 哦 大概炸一下它 对对对 好 这个也切成丁 好 这个过油吗 这个过油 我们那个青椒过油的目的是什么 青椒过油好像去那个清干的味儿 它有个清干味儿以后 到最后吧 它就这个 这个佐料皮气以后 你再一抄 它就 它就发黏了就 嗯 就不好用了 不好吃了就 好 我们这个就不用了 这个不行 好 这个直接 淋上去 淋上去 今天我们用的这个美人胶也好 这个青椒也好 都是维生素C的含量 特别的丰富 的确 对 然后它相当于苹果 VC含量的21倍啊 哎呦 所以说我们平时吃辣椒啊 不光是吃它那种脆的和辣的味道 它也是在补化成素C的过程 对对 你看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用的鸡 没错 尤其是进入冬季呢 我们都有个讲究说 逢酒一只鸡是来年好身体 也有一句话叫 一酒二酒不出手 三酒四酒冰上走 嗯 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 这个冬天 输酒的时候太冷了 但你说输酒要吃鸡 对 逢酒也是每过一酒都要就做一只鸡 来滋补身体 就说人到了冬季呢 本身就是它需要的热量和能量特别多 这时候用那个鸡呢 可以滋补身体 帮助人体的预寒 而且呢 为来年有个好身体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听到没 所以说呢 咱这时候最好呢 多来一点点 哎 这样补的食材 多把我们这个笋呢 加一点 笋呢 本身也能促进这个季节 你的肠胃蠕动 所以这些猪肉吃还能吃咳嗽什么的 没错 好了给它过凉 好我们放在这边 阿姨您忙着 我们这边给您过凉 好 那么这边呢 咱再把这个辣椒 再接着切成小的细丁 对 切成小的细丁 明椒切成细丁 做配菜 嗯 好 也好看 也好吃 放在我们这边 好嘞 我们现在这边的青椒的 已经切好了 接下来我们放入油锅中 炸它一下 是不是 这个油温在什么程度的时候 炸它呢 是要油温比较高一点 油温高一点 好嘞 现在给它取出来 炸好的这个辣椒呢 看起来更油亮了 有的时候你在家里面 做菜的时候也是 比如说你烫蔬菜 加点油下去 也能提提亮 对对 而且这个颜色 如果绿色的蔬菜 会感觉更新鲜 更绿一些 嗯 好嘞 看到没 我们这边 我们的辣椒 已经炸得非常油亮了 放在一边备用 呃 接下来我们开始炸这个鸡块 炸鸡块 阿姨这个鸡块 要在也是很热的时候 炸它吗 对 这种热度就可以了 这样干炸吗 不需要加点什么面粉呢 或者淀粉之类的 这里边有淀粉 对一点点 好 OK 好嘞 全部的 鸡腿肉块 已经下进油锅里面去了 提醒你别忘了 我们这个温度呢 是在这个油温比较高的时候 再把这个鸡腿放进去 而且之前是裹过一层姜的 我会得出来 那个味道呢 应该是外面酥酥的 如果淋点汁 还是有囊囊的那种 对对对 里面嫩嫩的 鲜嫩 鸡肉特别鲜嫩 没错 你知道这个炸鸡啊 有的时候很多人 对抵抗不了它的诱惑 因为它出来呢 会特别的香 而且那个鸡的鲜味呢 还会在你 对 好吃 这道菜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谁吃的比较多一点 家里应该是孩子 一般孩子吃的 他都喜欢吃鸡肉 但我在想 其实这个炸鸡 反正这也是炸 咱可不可以用这个 鸡脯肉啊 包括说其他的这个位置的肉 然后来炸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为了更好的口感 咱就鸡腿了 而且鸡腿这个肉是最大块的 我们做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三寸长 我可能写的稍微大一点的 稍微大一点 你只好迎合 没错 迎合咱们这个 怎么讲 大块吃肉的这个理念 就是 怎么才能辨别出来 它是不是老的 就得尝一尝 尝一尝 OK 好 最原始最直接 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我尝一尝 但是这舌头里面 拿几块尝一尝的 因为有人经常看韩剧 然后做那个汤羹类的 然后这个 你主人就会拿个勺子尝一尝 蛮有赞 其实不只看韩剧 在中国人调勾的时候 在后厨人家也尝 你知道 他们也会做一下口 去什么味道就有什么味道 好 直接放这里面就可以了 直接是个派箱的话 好嘞 用这个盘子我们来盛装它 好 我们关火了 现在所有的鸡肉块都要取出来 鸡肉好了 这种鸡肉变成外皮金黄的颜色了 必须要 好嘞 差不多了 可以了 看到没 现在一大块一大块的鸡肉就在这边 好嘞 我们锅中再倒点油 好嘞 现在 今天的油呢 也是健康心带给您重磅推荐的 那就是青岛的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 它能有浓浓的花生的香味 因为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 非常的适合家庭来使用 接下来我们在家里面试一试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先放我们的笋和这个 先放这个笋 先放这个笋 先放笋上上 好 把我们的几种猪菜来回的炒一炒香它 加好一点酱油 来点酱油 热酒 热酒 热酒喷上一点 糖 糖 盐 胡椒粉 大椒油 辣椒油 辣椒油也要来点 这盘让它出来一些辣的味道 这道菜呢 是一种辣味的 辣 酸 还有醋 我们还加了糖 应该还有甜的味道 还有点醋 酸它有 无味剂有了 酸辣 甜 酸辣 好 这时候我们淋点汁 把这个汁呢 也就是靠我们的淀粉 来勾它 好嘞 好了好了 把它拌匀了 好嘞 OK 接下来我们给它淋在我们炸好的鸡块上面 油林春鸡 现在呢就差一个点睛之笔 点睛之笔了 我们把我们处理好的酱料以及芡汁淋上去 很香 非常好吃的油林春鸡 现在已经OK了 来赶快尝一尝 在这样一个每天都吃了好多好多鸡肉的年代 蛋蛋的年代 能不能赢得我们的胃口呢 尝一尝 很棒 唯独趋寒一点点 好像是那个芡汁有点点干 对 再稠一点就更好了 好嘞 今天第一位是我们的高阿姨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好吃的四方菜 叫做油林春鸡 马上第二位选手要上场了 马上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PK四皇赛的选手 好那么我们今天第二位选手呢已经上场了 那就是站在我们旁边的吴阿姨吴阿姨刚才说给我们做俄罗斯大菜 对 这个名字起的就很有气势 感觉很能赢的样子 很能赢的 很能赢 一定能赢 一定能赢 那好 一定能赢 咱今天给你准备一些食材都是你想要的 咱现在开始擦擦 现在就开始 那咱们先把这个五花肉呢 睡着这说 这就是说 等一下 切成这个 这个挡住它 我们看看 对 先把它切成 就是说 一厘米宽 宽至一的吧 这个红烧肉块 一大块一大块的 对 这道菜叫俄罗斯大菜 你是跟俄罗斯人学的 俄罗斯人倒不是 因为就是我们当初在边疆的时候吧 在什么边疆 在青海省 青海省 河沫市 在那儿做兵团战士的时候 然后学的这一道菜 历史还非常悠久 战士 对 兵团的战士 兵团的战士 对 那那个时候呢 就跟着他们一起来做这道菜了 一道菜 这个大家很受欢迎的这个菜 冬天的话 因为那个高原上 其他的青菜不多 就是土豆 萝卜 还有这个牛肉 羊肉 这些东西 所以说要预寒的话 还是吃这些东西 没错 今天我们这个菜 就是在土豆烧牛肉的基础上 做了一个改良 没错 您加的是一点点蔬菜 就是我们这边的大头菜和西红柿 对 我们就是把它准备好了 这道菜头的胃形 什么胃形 是酸酸的那种口 酸甜 酸甜的 嫩滑 酸甜的 嫩滑滑的 然后大头菜把它切成这个 比较大片 我觉得这个大片 还是不能小块 因为一会儿你要是不是要去会它 是不是用会的方式 对 不然的话那个块儿会变得特别小 对 对 因为它要下水 没事 它一会它一会的话 这个它就那个锁水吧 嗯 就没大油再给它切了 OK 好 给它切好 这边西红柿也要给它改个刀 西红柿也要把它切到大块 好 放在这边 切一下它 对 好 也是这么大块 也是块 我觉得 这很像俄罗斯人的身材 你知道 嗯 欧洲的那种 哎 俄罗斯特里布还是属于欧洲的 是不是 名副其实嘛 对 这个评判一个厨师的好坏 就是要 并不在于它把山珍海味做的多么美味 关键是它要用最普通的食材 来做出一个最 最合理的一个营养搭配 来提供给人们一个饭食 那今天我们选的食材都是 最普通的猪肉卷心菜 西红柿和土豆 没错没错 葱姜 所以非常的期待 我们的吴大厨今天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菜 吴大厨呢 不是专业大厨 不过就是家里面的大厨 家里面的大厨 家里面的大厨 这个土豆呢把它切的 就是说比较薄一点 薄的薄 这样的话它容易熟 因为咱们用那个土豆烧牛肉呢 那个要炖 没错 咱们这个呢 用菜就是比较 就是一种会的方式 对 会的方式 但是还要让它熟的快一点 我觉得之所以叫俄罗斯大菜 关键是在于这个土豆 因为这个土豆是俄罗斯人非常喜爱的一种食品 那俄罗斯人为什么说很喜欢这个土豆 是因为他们觉得土豆很有营养吗 对 一方面土豆有营养 那那个你像这个土豆当中呢 我们说营养素非常的全面 而且呢我们说土豆是一种抗衰老的食物 我们一提起抗衰老的食物 往往大家想到的是什么人参啊 海参啊 蜂王浆啊 燕窝啊 这些名贵的一些食材 但实际上呢 往往忽略了这种像大种菜土豆 土豆呢 它这种抗衰老 你像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微量元素 还有纤维素 并且呢 还有氨基酸 蛋白质 脂肪 还有丰富的一些优质淀粉 那些这些物质呢 在人体当中呢 就会发挥一个对人体的机体抗衰老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衰老 对 好 我们这边已经将我们的土豆切成这样的细块了 看到没 已经OK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咱们就把油加到锅里头 好 把油烧热 好 来一点油 今天我们的油呢 也是健康心带给您正方推荐的 那就是胡姬花的古法小炸花生油 它是用古代压炸油的工艺做出来的 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不是炸汤 不是炸汤 我们是在锅中来点油 很少许的油 油热了 咱们就把这个八角 八角放进去 先煸一下它 对 提一提味 好 然后一点点糖 好 这时候来的糖 我看你来的不是一点点 切好了吗 那是一个小汤匙 起码十克左右 十克 十克 葱姜 对 酱油 好 来点葱姜 放在这边 好 先把肉放进去 先炒肉 对 大块的肉 这个肉不用之前焯一些水了 直接炒一下 我有水 然后炒到这个肉变色 嗯 是不是糖嘛 糖的话可以这个肉上色 嗯 来点酱油油 对 好 来点酱油 酱油呢也能给它上点色 而且酱油呢还能提起这个鲜味 对 好 放在这边 然后咱们就把这个 现在就放进去吗 对 我们这个胡豆啊 因为有糖啊 和生抽的关系呢 所以说下去之后 也开始啊 上了点颜色 对 那种红亮的颜色 马上就呈现出来了 你确的 但这个菜啊 要想做的好吃 我估计火力还是需要一定的 因为毕竟 胡豆不是就容易 对 应该是烧鱼烧的 我们为什么要现在来回来煸它呢 炒的话这样的话 土豆要烧熟它嘛 嗯 对啊 烧到半熟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加青菜了 青菜了 对因为这个青菜我们做炒也好煮也好 就是时间不要太长 对 它的维生素啊 还有一些元素呢容易就是时间过长的会丢失掉 你比如说这个叶酸呢 它就不耐这种强热或者是这个高温 嗯 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叶酸呢 如果是高温下呢 50%或者是到90%就被流失掉了 叶酸是会流失的 对对 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蔬菜一定要短时间的 然后咱们现在可以放大蔬菜了 现在说在一道短时间的炖 对 不要说太久 对 好我们这边将我们的大楼菜还有西红柿换进去 可这是我们还是不加不加汤 不加汤 因为西红柿一会儿就出汤了 我们就是不加这个汤吗现在 哎呦 西红柿的本来的这种汤一炒就出汤了 对 然后我们最后呢再加番茄酱 因为现在的这个西红柿吧 嗯 它好像是那个里边那个水线不是太充足 没错 冬天的这个 然后我们就放一点 加上一点这个 啃哲鸡的这个番茄酱 啃哲鸡的好吃 再加一点点番茄酱 对 这道菜啊 我觉得它起码在视觉冲击力上 对我们来试试的正好 对 今天这里是BK四方菜 今天第二位选手给你带来的 那是俄罗斯大菜 大到什么程度呢 它现在做的料也够大的 我们三个吃不了哎 真的是 我要叫你们评委 叫你们这些学校 都来尝一下 这叫慧日 又想赢总得十点心机 但是未必 我们是很公正的 公正的 一会我们查看位置 但是我们是绝对的 TK的话没问题 绝对第一 OK好有信心 我们的吴阿姨说话也非常的有气势 没错 我来过炒它的时候好像应该加水了吧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不加水 就这样干干的这样炒它 大概要炒到什么程度 到最后快快出锅的时候 你要快出锅才开始加水 对 你当时一煮的话 它就不是炒的这个菜 就是炖了 还是不是炒的 就会冲淡了这个菜的味道 对对对 糖很关键的 如果没糖的话 现在不会出来这么红亮的颜色 好 我们现在要加这个 蕃茄酱了 蕃茄酱了 说实话 我觉得这道菜还是很期待的 因为我个人呢 喜欢吃大块的肉 它符合了一点 我个人还行 我是酸口的菜品 还行 老师你呢 你光看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从营养角度来讲 这个菜的搭配非常的合理 那有那个猪肉 有新鲜的蔬菜 像卷筋菜 西红柿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 抗衰老的土豆 就是说营养搭配呢 非常的全面和合理 没错 把盐 那个用手拿一点 盐 盐 好 来点盐 这样还能杀出水来 对 还要再杀水分 我们要把西红柿中的水分榨干 哎 到嘴 来一点汤 好嘞 你要控制好我的料 好嘞 好嘞 这可以了吗 都倒上吧 都倒上吧 哦 都倒上 好了 好 虽然说都倒上 不过是呢 一小碗而已 一小碗的水下进去 好 好 现在我觉得 因为你是之前那时候没加水烤的 烤这样干烤出来 烤出来这个汤会浓 因为西红柿的汁会浓 这个西红柿的汁也炒出来了吧 再就是说你这样炒的菜是那种味道 你要是刚还没等到炒的时候 你去倒上水的话 这样就是说成了炖菜了 炖菜了 而且煮出来的没味道 好 必须 光看他现在说的是让人觉得很有经验的样子 好 很期待 现在第一课呢 我们就可以见证第二位选手带来的螺丝大菜是否美味了 来赶快给他端上我们的盘子上去 一起来尝尝这道菜 好 一起喽 哇 不太酸 嗯 再放一点 再放一个番茄酱就好了 番茄酱就更好了 对 但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这个味道呢 吃起来很踏实的 嗯 因为这个肉里面啊 已经保息了这个番茄本身的一些酸分汤汁 对 在吃肉的时候是有一些酸味在的 对 而且每种食材好像都非常的入味 没错 嗯 我觉得啊 其实说实话都很美味 但是毕竟 PK四方菜有一个环节 就是绝胜高下 那么我们把第一把也请上来好不好 欢迎我们的一号选手 重新回到我们的舞台 做一个最后的公正的评判 两位选手呢 都已经重新回到我们的厨房之中了 究竟谁会获胜呢 王教老师先把你的答案告诉我 你觉得你该选谁 嗯 我可能还是选择第二道菜吧 吴阿姨的第二道菜 因为我觉得从营养考虑的话 这个我刚才讲到了 它的搭配更合理一些 没错 嗯 而且口感上呢 说是用最家常的蔬菜 我们最普通的食材做出了最家常的味道 但是我也觉得真的是二号选手可能是略胜一筹 因为这道菜呢 不光吃起来感觉很踏实 但是一号选手的菜呢也不错 唯独那么一点点芡汁太稠了 如果再七一点点 会更加美味 嗯 那么今天我们获胜的呢就是二号的 五阿姨送你一个价值200元的 秀屎庄园的这种原生态有机食品的礼品盒 希望你呢每天享受烹饪享受生活好不好 好 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谢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一号阿姨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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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圣斯特除桂 感谢秀属专业提供的有机视频 感谢日本卡的宝的桃锅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冠媒商青岛胡锡花的 咕啪小赵花春又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王静老师再次做一个节目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健康新时代PK四方菜 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 拜拜